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部分是今天早上11點多 我們接到通報 是在這個汐止教堂道的一個出口閘道 這邊發生有毒石滑肉的情況 那我們一接到通報之後呢 就馬上封閉這個出口閘道 那目前消防單位出過來判斷是沒有人員受困 也沒有人員傷亡的情況 那目前我們的作法就是說呢 因為它有這個標誌門架呢 也有傾斜的狀況 那為了安全起見呢 我們會儘快在今天下午 先把這個標誌門架把它移除 那後續呢 土石滑肉的一個土壤的部分呢 我們也會儘快來移除 那後續停估安全無雨之後呢 我們才會開放通車 那這段期間呢 可能會有一些改道的情況 要請這個庸人再多諒解多禮浪一下 主要是因為最近這幾天 連日下大雨 它的那個土壤含水量過高 所以造成這個土石滑肉的情況 那初步判斷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土壤移除之後呢 會做一個緩泊的方式來做處理 所以呢 只要做這樣處理之後 後續這個邊坡應該不會再有滑肉的情況來發生 現在是有可能說 下雨還繼續下會 想救傷的比較困難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儘快的調機率跟人力來處理 不會受到這個下雨的限制 雖然我們都在聯絡人力跟機率 在動員當中 今天下午會 待會會馬上來進場來處理 有預估說大概省時間可以把它 這個問題可以排除這樣子 目前這個門架的話 應該是今天 今天就可以把它先移除啦 那至於這個土石滑肉部分的話 初步判斷來看起來的話 它的範圍是 有一點的範圍 大概需要幾天的時間 我們現在先找到一個企圖場 把這個土石堆製以後呢 才能夠做境外復原的工作 那需要幾天的時間 我們還在做詳細的評估